几位专家一再提醒我们,进入冬季一定要定时定期监测血压,才能够及时发现血压的异常情况,将高血压的危害降到最低。 专家建议每天至少量三次血压,分别是早上6至8时,下午15至17时,晚上睡觉前。 有些高血压患者正在服药期间,则可以将早晨和晚上的量血压的时间改在服药前。 掌握了测量血压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一下正确测量血压的方法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张医生和徐医生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正确地测血压,有没有人想来试一下的。 来,门离,来,这边请。 好,现在医生和患者都就位了,那怎么正确地去测量血压呢? 来,两位医生,边讲边给大家操作一下。 好的,今天我们首先用电子血压剂来测量一下。 我们让病人首先先休息,至少五分钟以上。 锈带上面都会有一个箭头的标示,也就是说这个箭头一定是冲向我们手掌这一侧的,而不是冲向手臂这一侧的。 这个血压表的水平和心脏是齐平的。 锈带的下缘要离这个肘弯上面一公分。 电子的就很简单了,有的是需要打气,有的因开关电池驱动,自动地就可以测量了。 那么这种的是需要打气的。 那么测量的过程当中,病人就是平心静气就可以了,不用太紧张,姿势也不要较劲。 多少?数据出来了。 124,86,所以是正常高脂。 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水银柱的这个血压剂。 注意事项的和电子的这个是一样的。 水银柱的一方面除了它有一个这种拱的危害之外,另外一个的话,对于老年人特别不友好,尤其是耳背。 所以这个血压早就响了,它听不见,所以它测出来,老师,我测的怎么都是正常的呀。 后来我带诊室,我说来,您测一个,血压很高,但是它测不出来。 所以用电子的就没有问题。 数据出来了。 125,85。 125,85,和电子的是一样的。 就说明我们现在的电子血压剂,甭管哪个品牌都是经过检测出厂的,经过这个校准的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中国指南都推荐用上臂式的电子血压剂来测量血压。 好,谢谢文丽,也谢谢两位医生。 来,回座位休息一下。 了解了正确的测量血压的方式,我们的问题又来了。 那到底我们的血压在哪个范围之内才算是正常的呢? 2024年的降压目标也出了新的指南。 来,我们一块通过提板来了解一下。 来,二位这边。 好,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了2024年版的这个降压目标,是不是不同的人群,它这个降压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对于一般人群来说,我们都是首先要降到140、90以下。 但是,如果能够进一步地耐受的话呢,最好能够再降到小于130、80。 我们也不要求你完全降到正常120、80以下。 那刚才我们文利测这个125、80是吧,刚才是。 对于这种血压不小于120、80,但是又不到140、90。 这样的一个我们叫正常高值,这部分病人的话呢,我们就建议第一加强观测,第二健康的生活方式,限炎,适度的运动,保证睡眠,自我放松,然后定期的再看血压的这个进展,是往好里走还是往坏里走。 那么有几种特殊的情况,一种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就不要那么苛刻了。 第一步先降到小于150、90毫米拱柱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能够耐受的话呢,还可以进一步再让它小于140、90,不让它太低。 第一,为什么呢,因为高龄老人常常容易有动脉周样硬化,甚至这些人常常合并脑梗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这些情况,如果我们血压太低的话,这个血打不上去,它就会引起脑缺血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症状。 这是第一个特殊的,然后第二个特殊的话呢,就是对于孕妇的高血压呢,小于140、90的时候,就要这个启动降压,但是不应该让它小于170,就是不要太低。 还不能太低。 对,要保证胎儿的血供,因为孕妇的心脏要供应自己,要供应这个胎儿,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 再有就是心衰的病人,降压目标就要低一些,小于130、80,因为心衰的时候这个压力太大的,对于心脏的这个功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再有的话呢,就是糖尿病,只要你有糖尿病,我们就建议你的血压控制小于130、80,比较严格一些。 那其他的病人呢,都是差不多就小于140、90第一步,然后进一步的话呢,尽可能的小于130、80。